妳說我本人建議蔡建雅這個前輩 湯雅姐姐 嗯 多睡覺 多喝水 在確診方面你才是前輩啦 Sandy無山如重新冠肺炎康復後 就一直都在工作 26日她也特地為線上學習平台站台 讓她不免想起以前當老師的生活 因為我有個學生就是 我很喜歡她 我常常在演講的時候都會講到她 因為她是那種天生 手頭比較短的孩子 所以剛開始想教到這一班 我就很擔心她會被霸凌 然後我就會特別關注她 結果沒想到她就是那種 自信心爆棚 然後非常心態健康的小孩 結果有一天下課的時候 她就跑來跟我說 好喝 一個男生 我說怎麼了妳發生什麼事 她說我被警告了啦 這樣我說妳被警告 怎麼了怎麼 妳過來過來怎麼了 她說 我我罵鋼話被刮告 然後我就說啊妳罵什麼這樣 然後她就很小聲 然後跟我說我罵靠 我說妳怎麼可以罵靠 靠很難聽耶 她說不喝不喝好喝 靠 靠扛個靠 而自從她跟老公甜蜜完婚後 到底什麼時候要生寶寶 也成了記者們每次的B問題 三五年內會不會生啊 五年應該是會啦 三年我不知道耶 我現在三十一 妳顧慮了就是事業嗎 那種 嗯其實不是耶 就是我覺得想想 想要把自己活好 對已經講好 妳會像爸爸一樣亮的嗎 哇 你會這樣做嗎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辦法 handle那麼多 但我覺得如果要生 就不要只是一個 老公是看蟲女兒類型的嗎 她的個性 我覺得應該是喔 因為她連對小貓小狗 路邊的小花小草 她都是那種很 溫柔的 對 所以我就想說 這應該是那種 叫什麼 實施嬰兒不落地政策的那種父母 就是 不行不行 這不行不行 對對嬰兒不落地 如果她這樣 那我可能就會變成嚴格的媽媽 期待能早點看到Sandy的這面喔